你知道作为生育老师 我们第一堂课给同学讲什么吗 当然是零基础的学院 第一件事我们就是讲口型 因为90%以上的同学 零基础的学院 他不张嘴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张嘴 你想想 这件事我们不用去解释 这个嘴巴你不张 你怎么唱歌 最终我们要打开内口腔 咽腔 鼻腔 这些通道 喉咙 口腔 这就是一个钥匙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出于害羞害臊的心理 他放不开 那老师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先把学生的嘴巴 给他撬开 怎么笑呢 我们叫食拳头 食是食物的食 食拳头练习 把这个拳头想象成是一个馒头 然后你抬头张口 是类似于一种啃的感觉 调动你的上口该上牙 然后把它吞进去 保持住这样一个 每天练一百遍 当然唱歌用不到这么夸张 但是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唱歌来讲 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对唱歌感兴趣的话 每天练一百遍 这个食拳头练习 喜欢颜老师 给我点个赞吧